像这个字串切割也是 一个之前上课同学问的问题 因为他的工作就是希望把网页 像这个是html 网页里面 他希望把网页里面的超连接 就是这个 这个小于A到这个A大于这一串 要放到这边来 那你会发现他以前的做法 就是点两下 复制贴 然后他每次都一堆 OK 那所以呢 如果你们其实也如何炮制 这边有个前面 有个后面 那你如果把前面后面东西抓到这边来的话 那第一个你用fine函数 配合那个mid函数 然后如果没有就ifl 就可以切割了 那再结合VBA 应该就可以把第一阶段做完 真的刚刚的东西会的话 这个应该OK 但是这一题又更困难 如果你像一样的那干嘛做呢 其实他这一题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请各位往下看 一个超连接 一个什么 一笔资料里面 不止一个 超连接可能有两个 可能有三个 可能有更多个 怎么办 所以面对困难的问题 你慢慢如果会更多方法 你就可以更容易解决 以这一题来看 如果有兴趣 答案云端上都有 OK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请自行再花点时间吧 OK 所以大家讲一下 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题是 像什么呢 像那个 切割 除了说挂壶之外 其实另外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你的出称歌里面 假如有英文 有中文 有数字 或者某一些 可能特殊的文字 你需要的话 你要把它分割开来 怎么做 它不是刮壶 它之间只是说 不同的资料 可能我要中文部分 英文跟数字我不要 那我怎么把它取出来 OK 诸如此类 像这一题就是 原则是这样 OK 如果你不会 你也只能什么 图法银钢 中文 就这边有一个中文 复制贴 复制贴 那太麻烦了 对 那 再来的话有一题 也许我们来看 152吧 刚刚151 152 那分别截取 长宽高 意思是说 打开之后 总共有几个呢 总共会有三个刮壶 刚刚是一个刮壶 现在是有三个刮壶 三个刮壶怎么做呢 基本上 也是一样 我们会希望 快速的把 三个刮壶 有没有 长 放这边 宽 高 但如果你不会更好的方法 只能复制贴 复制贴 复制贴 那如果这资料 当然还好 只有七笔 如果现在有七十 七百 七千 七万笔的话 我们可能 我想你应该就不会想要用 人工的方法来做 但是要快速把它做完的话 怎么做最快 其实 当然我们用fine 不过如果用fine函数的话 特别之后它 fine什么 fine潜刮壶 然后去哪边 去这边 这个储存歌 然后后面 fine函数的话 其实它还有第三个 我们刚刚最近使用fine函数 有没有 这个是前刮壶 去这边找 star number的话 基本上可以 第一次是从头找 可是呢 如果你第二个刮壶 你就不能又从头找 因为从头找又找到第一个刮壶 所以怎么办呢 star number 你可能要找到第一个刮壶的 加一个 往后面找 就会找到第二个刮壶 那 如果要找第三个刮壶 就要把第二个刮壶再加一 位置加一 才能找到第三个 也是可以做完 不过公式会相当冗长 所以 有没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法 其实顺便讲一下 如果像这一题的话 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法 其实有一招 资料里面 有一个叫资料剖析 对 如果像这一题的话 所以有时候见招拆招 不见得说 你只能用一个方法 那这一题的话 基本上最快的方法用资料剖析 那资料剖析 你要懂得怎么去使用它 所以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这三个放到这边来的话 第一个请你会注意一下 资料剖析 你要剖析之前 请你要先告诉他说 你的资料 你要剖析的资料在哪里 所以第一个 请你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OK 那选给他之后的话 再去剖析 选的话 你不要整栏选给他 因为 规格这个不要剖 所以你就不要选到他 要的部分 选给他 第二个的话 资料剖析点下去 接下来的话 他会问你 你要怎么去剖析这个资料 这个地方的话 两个选项 一个是分隔符号 我们有前刮虎后刮虎 但问题我们两个 可是他说只能一个 所以第一个方 当然你也可以什么 分两次剖析 第一次先剖前刮虎 第二次再剖后刮虎 但是好像会比较麻烦 底下刚好有另外一个方法 固定宽度 固定宽度 看一下宽度是不是一样 好像一样 位置一变一样 所以请各位用 第二个 下一步 他这个就会问你说 那你要怎么剖 特别需要 你要给他一条线 这个线的话 前里 那上面有个尺规 你就点一下 这时候就一条线 记得要点准 你不要点歪了 点歪的话 怎么办 假设点一下 刚好点歪了 怎么办 上一步吗 不用了 上面有个黑点 三角形 可以移动的 这样就OK了 如果你点歪了 没有关系 那再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 跟他讲说 你哪些不要 不要的跟他讲 这个不要 这个也不要 这个不要 不要的再跟他讲 要的话就不要动 OK 不要的 不要的 OK 然后最后的话 跟他讲说 你要汇入到 目标储存格 特别注意 他预设是放这边 会把它盖掉 所以记得把这边 改成C2 然后按个完成 他就帮我把资料放过来 大家会跳这个 确定 这样就OK了 这样似乎是最快的 OK 那再来的话 就是VBA了 那VBA怎么办 其实这一条一看 我是建议你干脆用 录制聚集算 把刚刚的动作 录下来 比较快 对不对 如果以 有的时候 真的工作里面 就见招拆招了 有的时候不是说 你只能用一种方法解决 反正你就想来个方法 最简单 你用那个方法就对了 所以请各位 第一个 第一个部分 记得 如果你要 剖析之前 请你先选这边 然后资料 另外的话 如果你待会有录制聚集 我建议你不要这样选 因为如果你这样选的话 将来资料 如果会增加或减少 它就固定了 那怎么选会比较OK 录制聚集也有技巧的 如果你要录制聚集的话 我建议游标先放B2 然后按Ctrl Shift向下 你想说这样选跟刚刚这样选 有什么差别呢 刚刚选固定在8 那如果这样选的话 它会自动追踪 对不对 自动追踪这很重要 OK 如果你不懂了自动追踪的话 那以后增加或减少 它就不会动 那你变成什么 你要重新录制 那永远录不完 如果自动追踪 那聚集相对的 比较有弹性 OK 这个地方很重要 有不要放这边 Ctrl Shift向下 然后再去做资料剖析 另外呢 如果要清楚 所以我们两个按钮 一个是资料剖析 一个清除的话 就把这个清空 怎么清空 你不要这样选 这样选就固定 按Delete 不要 我建议这样 如果你不要是固定的话 有不要一样放在C2 然后把这个范围整个选 选一样快速键 Ctrl Shift先向右 再Ctrl Shift向下 再Delete 这样子比较OK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范围 就会自动追踪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资料剖析 来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如果说你要 有没有 Find一次 Find第二次 Find第三次 其实公司会非常冗长 可不可以说可以 可是不推荐就是了 但我们在想解决方法 绝对不是只有一种方法 所以我们最后会 像我的习惯 就反正我在几种里面挑一个最简单的 不过最后发现还是写程式最简单 最后就是VBA几乎什么都可以解决 但是有的时候你用Excel 你可能找不到对应的函数 对 所以最终好像写程式它弹性比较大 OK 所以如果有函数我就讲 如果没有也许我们就可能就只能直接写VBA了 不过目前还OK应该都有 但后面有一些范例比较复杂 可能就直接要写VBA 那再来的话我们录制的部分 还有加入论坛 刚刚有同学有加入 我就会审 审核方法这边会跳出来 所以你如果加对 因为可能同学加错了 加到别的地方去了 然后这边就会出现 如果有你的名字有学号 我就check一下OK 那我就把它申请 那你就加进来 那也就是你假如加进来之后的话 每一次上课都可以看到 而且会自动寄到你们的信箱去 好那这边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录制好了 按下它 这边 不过会有个缺点 这个东西 这里已经有资料 意思说他跟你讲说这边已经有资料 要不要取代 其实你会讲说这边明明没有资料 那没办法 因为这个东西他会以为 以sale里面就是你曾经用过了 他就认为这边是有资料 哪怕你把它删掉 因为他用过了 他记录了 所以很麻烦 你没办法再把它转成没有用过 所以这很麻烦 所以一定会跳这个 OK 清除的话 我刚刚做的方法就是 记得 一 有标放这边 Ctrl-Ship向下 这样录下来的话 他会自动去抓 以后你这个资料 如果增加的话 比如说这个我把两个选起来 向下拉两个 然后这两个把它复制好了 这两个 这个把它复制 Ctrl-C 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如果说我要增加两个的话 那如果再剖析一下 有过来了 如果你刚刚是这样选的 录下来完蛋了 他跑到第八就停了 清除的话 我刚刚是有必要放这边 Ctrl-Ship向右向下 对 他清除应该就 试一下 清除 也OK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会写 你至少录制 你要知道录制的技巧 OK 技巧的话 记得一定要快速键 千万不要这样用选的 这个是大技 因为很多人不会录下 下一次要用 又不行了 又要再重新再录制 那每次又重新录制 永远录不完 所以如果你实在不会写 没关系 你至少要知道录制聚集的一些小技巧 也就是追踪范围 一定要是Ctrl-Ship向下 这个 那如果要清楚的话 是Ctrl-Ship向右向下 这样子 再按Delete 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可是呢 刚刚有出现一个状况 按资料剖析 他会出现这个东西 而且蛮讨厌的 对 你一定要按确定 他才会资料过来 如果你按取消会怎样 他就错掉了 所以容易造成错误 那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 也没有办法 把这个东西 让他不要出现 OK 其实在VBA里面可以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你要让聚集 有没有 录下来聚集 能够更加完善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再用VBA的方式 去修改聚集 那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 其实为什么会跳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 这个东西在Israel里面 它叫Alent Alent的话就是 中文是讯息提示方块 那如果说呢 我要把它关掉的话 它是由Israel管理的 那Israel在VBA里面呢 有个物件名称叫Application 所以Application这个物件 你可以呢 跟他讲说 请你帮我把这个Alent的显示 给关闭就好了 所以怎么去修改 我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你只要一 进到我们刚刚录的这个 就是所谓的资料剖析 有没有 刚刚这个录制 我想我就不重新录了 应该都会 然后呢 只要在这个资料剖析的 这个SARB的下一行 按个Tab好了 一样按个Tab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在这边 跟他讲说 你帮我呼叫那个Israel 那我刚刚讲 那个Israel在VBA里面的物件名称 叫Application 这个字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实际上这也不难记 其实我们手机的App 就是这个的缩写 APP 就是应用程式的缩写 Application 那实际上呢 这个Application 好像打错了 Application 打错了 OK Application OK 那怎么知道有没有打错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Application 打完之后呢 按个点 如果你点下去 有清单出现 那恭喜你 表示你字没拼错 但是呢 如果像我刚刚不小心 我比如说多打一个T好了 有没有 其实说真的 有的时候 如果你有点闪光的话 那你有可能看不出来 或者你有点老花的话 其实有点年纪的时候 你点下去 它不出现吧 那表示说你字拼错了 就这样子 OK 不会有其他原因 所以特别是说 你不要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 我程式怎么打都对 因为主要是 我的一些习惯 它自然就会排除掉 一些错误发生 有没有 而且我只要告诉各位 有没有 像我打字 一定打小写 如果移开 它会变大写 那第一个字会变大写 表示你打对 可是如果你移开之后 它还是小写的话 那表示你字也是拼 所以这也是一个一招 OK 那所以我刚刚 字如果没有拼错 把这个改成小写 然后application 电 那你会发现 其实application Essal能做的事情这么多 A到Z A到W 这么多事情 那其中有一个是 它会管理什么 要不要开启 那个 那叫Alan 那要不要开启的话 在Essal VBA里面有固定用法 叫Displace 你大概打一个DI 有没有 其实一只手拿着一个文件 其实就是一些相关的设定 那这个设定里面 你会把DI 有没有 这边不是有个Displace Alan 有没有 那这个东西实际上 就是决定要不要开启 后面等以后 等于的话 就有个开关出来 意思是说 你要不要重新设定一下 这个要不要显示 的相关设定 我预设是True 所以会跳 但是我刚刚讲说 如果要把它关掉 很简单 把它改成什么 Force Force就是关掉的意思 那如果关掉的话 试一下 就这一行而已 移开 A会变大写 大写 表示OK了 好 关掉了 那关掉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 其实就这样一行 意思是说 请Exail 帮我把显示 这个Alan的功能 关掉 这样就OK了 好 那我们就 有点画龙点珠 当然你这一行 不加也没关系 只是说一直就跳那个东西 当然你看了 也会觉得心烦 而且以后你把这个功能 拿给别人看 人家也会觉得 你怎么 这东西什么东西 你还要解释说 没有 这我用录制剧细录下来 所以他这个怎么关 我不会 我讲这也没有 好 没有 那 那倒不如你就把它关掉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然后呢我们试试看 刚刚会跳 现在会不会跳 有没有 不会跳 清楚 感觉好像比较专业一点 有没有 不然的话刚刚感觉好像有点 对 自己每次又按一下又觉得心很虚 其实 不过至少有啦 有跟没有还是有落差的 如果有还可以更好 那就更棒 所以其实这边的话 主要是怎么样 把那个alarm关掉而已 就加这一行而已 OK 其实不用特别背啦 其实像我的习惯就是 不用理解的 那个东西其实就一个alarm 要不要显示的话呢 就displace displacealarm 等于false 不过特别注意哦 在那个ecell里面有很多这alarm 这个alarm就是会跳一个讯息方块 视窗提示嘛 那如果你现在把它关掉的话 以后任何地方 其他地方该跳的也不会跳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这边把它关掉对不对 记得你在end sub 这边上面一行 记得怎么样 这样一个tap 把它再打开 会比较OK 等于true一下 意思就是说我在这边先关掉哦 然后我这边一定要再把它打开 OK 不然的话呢 它以后就一直是关闭状态了 就跟你那边修电灯一样嘛 你要先灯先关掉 等到就是修好之后 把它打开一样的道理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最后一行再把这displacealarm 把它改成true 也就是它要跑之前先关掉 要最后再把它打开 OK 大概就这两行 其实是同一行 然后我们这样的话 按一下它清除 这样就OK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这一题大概就是用 主要是利用那个资料 里面的资料剖析来完成 记得第一个动作 一定要先选这边 游标放这边 你不要整栏选 选一个就好 Ctrl 去为向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多一行 其实就多一个画龙点睛的效果 也就是说以后 聚集的录制跟VBA之间 其实是有一个 怎么讲 就是说有些不会写的 那你用录制的 但是有些你会改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直接去修改 那个聚集里面的东西 再来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录完的东西 也许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到底它帮你录了什么 那以后的话 其实很多地方录制下来的东西 其实也都可以从聚集里面 去再去做修改 然后不用重写 也可以马上变出你要的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聚集不是都不能改 里面蛮多地方都可以再修改的 OK 所以你就不用傻傻的 每次要用就录制 每次你不用了 你录一次以后就可以拿来一个 算是样板吧 然后再来做修改 也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152截取长宽高的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是用利用资料剖析 再配合录制聚集 这边就用来说 我们是用利用资料剖析 然后我们是用利用资料剖析 我们是用利用资料剖析